HELLO 大家好我是貝赫食物 這次來到愛情Q&A主題啦 看完這部片喜歡的朋友都可以按讚留言喔 以下是W先生的來信 貝克叔您好 我在YT常看你的影片 最近有些感情上的問題想請教一下 文有點長很抱歉 但我不知道不說清楚會不會影響你這個判斷 我跟他是在一個聚餐上認識的 我是一位銷售專員 他是一個原廠的業務 不同品牌 一開始是我們自家同事聚餐 因為去幫同事的前同事開新店捧場 所以同事也找了之前別間公司的同事 他前同事想引進其他品牌的原廠讓我們認識 也是因為這樣認識了他 當天同事其實喝到後面已經有點忙掉了 所以當他來時喝了幾杯啤酒了解認識後 我同事不知道怎麼想的 突然叫他跟我抱一下 這場只有我一個單身 但他眼弱弱大方又不太能拒絕 與我禮貌性上的互相抱了一下 途中他有事 須先去看一下醫生 結果我同事又拱他跟我抱了一下 也是照著我抱了一下 他離開前說如果他看完醫生 我們還在的話他會回來的 結果他看完醫生後 有回來繼續聚會 後來我們要離開時 同事拱了第三次 所以當晚就互相抱了三次 雙肩碰到禮貌性抱一下 聚穿完後 其實後來在商場 有看到也只是禮貌性點頭打招呼 直到過年時 在臉書上看到系統推薦他加我好友 想說禮貌上的跟他說聲新年快樂 及加他好友 沒想到過沒多久時間 不到一小時他居然加我好友了 並回上私訊說新年快樂 怎麼有他的好友加入方式之類的 也就陸續的私訊聊天 剛開始其實聊得非常熱絡 藉由聊天的方式 也知道不少他的私事 家庭成員 飲食習慣 花費行為 他也會跟我說他想做的重要決定事項 其抱怨公司事情 我也趁這機會邀約他吃飯 3月3號他也答應了 約會過程中一直也很熱絡很好 途中有發生一點小意外 我跟他走在人行道上 在我們後面突然有自行車向我們騎了過來 我順勢把他拉往靠我身上 事後也一樣很熱絡的聊天 沒有因為這件意外有小尷尬 在約中有看到一個玫瑰花的戶外特展 也轉PO給他看 他也覺得很有趣 我也跟他約了26號當天 但在出發前兩天 他因為公司部門聚餐的關係 當天聯絡不太上他 也無法敲定 26號當天要約幾點見面跟地點 出發前一天 依然敲不到時間 因為他與朋友很久之前約好要吃飯喝酒 26號當天找不到人 直到12點左右才收到訊息說 他醒來了 但還想睡點 晚點再與我聯絡 後來才知道是他生理期前一天會非常想睡 但我仍已在活動場地附近了 當下其實我有點不開心的 我也詢問他說 我先往他家的方向移動 等他起來我們再一起過去 但他表示叫我先去找地方躲雨 當下是下雨的 晚點再看情況出門 訊息丟完後仍舊消失了 後來到4、5點時雨依然還在下 他傳訊來說 雨還在下這樣不太能去看及拍照 我就詢問他是打算不去了嗎 他說下雨沒辦法看 所以他打算晚點去漫畫書店 問我還是我也要去看漫畫 當下因為心情不是很好 我跟他說地點在哪 我想一下再跟他說 後來想想 當天出門的目的是要與他相聚 後來還是決定跑去了 我就跟他說我等等回去找他 在漫畫書店我們是做雙人寶箱 這是我到現場才知道的 兩人距離很靠近 看到一半時 他突然跟我借我的外套蓋 說有點冷 蓋著蓋著居然睡著了 其實當下我是有想把他 拉靠在我身上睡 但我怕冒犯到他 就沒這樣做的 當天我們就在漫畫書店待了七八個小時 直到上上週 我從我同事那聽到 他有聽到有一家銷售專員 對他也有興趣 感覺也是要追他 我才突然發現 我跟他的訊息量 好像不太像之前那麼熱絡 有明顯變少的感覺 我也發現我對他的需求感越來越重 上週因為他被改派看其他家的店家 所以要交接事項 工作量變大 導致他回訊息量明顯的變少 一天回個三四句 簡短的句子回應 直到週四 我在商場有看到他帶人去看他看的店家 或許是他有看到我經過 晚上他要離開商場時有發訊 說他剛剛有來商場現在要回家了 我有跟大家說我有看到他 看他在忙沒去打擾他 問他是不是帶交接的人來認識店家 他沒有回訊 反而是跳另外一個問題回 昨天週六凌晨有點忍不住直接問他 我這樣傳訊會不會吵到他 他後來回說他完全沒管手機 笑臉圖示 我回 哇勒你真的太辛苦太忙了 他可能怕我亂想之類的 說是在他做事情的時候 不想再被打斷 週六晚上看到他有剖線洞去弄頭髮 我就私訊他說 哇哇哇要變身了 這次頭髮變顏色 也是他愛的紅色嗎 可能他知道我有看到 所以他弄好後有私訊我說好了 我也趁機稱讚了一下 不誇張的 我會明顯覺得問題的發生 除了是自己對他的需求感覺得有變大 一直在看他是否有上線 另外就是他私訊回覆量明顯變少 之前晚上睡前還會回訊 並跟我說他想睡了 互說晚安 但這兩週都沒了 想問目前我該如何做好呢 我也不知道他是否有沒有喜歡我 還是我只是對他來說是個好朋友 覺得很困擾 可以麻煩幫忙解答嗎 謝謝您 再麻煩貝克蘇達達能幫忙解答 十分感謝 很感謝W先生的來信 對方願意跟你約會兩次 而且還提出其他約會地點 多少有好感或一點點喜歡啦 只是後續之後 網聊不知道你們隔了多久 我就問你嘛 你會對一個不喜歡的女生 出去約會兩次嗎 會啊 他夠正的話 好那 你夠帥嗎 好那他應該喜歡我 你約會太被動 約會要做的是拉伸關係 而不是什麼都不敢做 當然不是要測人之尾 是對方意識清楚 同意的讓你升級關係 當然這不是用問的 我可以靠近你5公分跟你說話嗎 我準備要跟你牽手了喔 我準備要舌頭甩你臉了喔 其實你不用問 當你在空間拉近 或是拉伸肢體接觸力度 對方的表情反應都會清楚呈現 他接受你還是拒絕 當然這是他意識清楚 他睡覺的時候 你沒蹭人之尾 很棒 因為那不是意識清楚的時候 約會對方沒有明確答應 不用自己一個人去活動地點啦 你生氣歸生氣 沒確定時間就是沒答應啊 他沒回就自己安排事情做就好 不用硬要去之後 一直問對方要不要來 這樣壓力頗大的 不管發生什麼意外狀況 都不需要因為被拒絕不順利就生氣氣 而是ok我知道了 之後去拍別的視作 我個人是跟別的女生約會 或是去運動去看電影 不會糾結在一個對象拒絕 就非他不可 後面互動很匱乏 再來有情敵很正常 一個女生一定不只你在追 但你要了解自己有自信比任何人好 當然你沒自信就是提升自己方方面面 這就另外一個主題了 我就不細說了 自己把主導權丟給對方 甚至去問對方會不會太忙 很累喔辛苦了 是在客套什麼啦 他喜歡你在忙都會找時間回你 或是排個時間跟你約會 你不用特別去擔心他多忙 我這樣傳訊息會不會吵到他 這就要本身很降低自己價值 代表你認為自己在打擾對方 對方價值優於你 你才會這樣想 聽在網路聊太久 冷掉很正常 要做的是在約會中拉伸關係 你有發現自己需求感變大 很好 因為你這樣才有意識 慢慢控制自己 不要隨便做一些自爆行為 你說怎麼做 接下來你要做的 會是降低自己匱乏的舉動 簡單來講就是 你因為自己怕失去 怕被拒絕不安 這些念頭 想要去問的問題 都不要問 網路聊天不用去糾結聊天變淡 他每天都多多少少有回應 那其實就OK 大家都成年人了 也有很多事情要忙 不會想要一直網路聊天 也很正常 聊好幾個月都比不上一次好的約會 再來去敲約會 約會過程中讓自己放鬆的體驗約會 同時間肢體推進看對方反應 對方假如接受 那就慢慢拉高推進力度 沒有接受你拉高那就放緩 停在那階段繼續閒聊 有說有效就好 因為從你分享的故事 我看不到你有在推進 我只看到你害怕推進肢體 你這樣很難拉伸彼此之間的關係力度 那也不用推到底到上床 但至少要到牽手 當然你推不到牽手 那也不用硬推沒關係 一切都要看 你在推進對方給你的回饋是什麼 記住約會不是只在那邊閒聊 什麼都不做 你不會只是想當朋友吧 在跟女生建立關係 你要做的是帶領對方 而不是等待對方給你方向 你才是帶領方向的人 那帶領的過程 不是要你直接告白 而是一步一步加深 你們彼此之間的關係連結 讓你們互動越來越親密 這個方向帶領 通常都是得從你來帶的 對方來選擇要跟還是不跟 他不跟那就尊重他 不用去勉強或是等待 不需要這樣 因為去勉強或是等待 通常只會讓你掉價值被扣分 那再來我不知道你們網聊了多久 假如聊了一兩個月 甚至三個月以上 那你說有事情發生 我覺得應該就是往淡調發展了 歸太久了 但假如還能約會 那也許還有機會 那假如你怎麼樣都約不出來 三次都被拒絕各種理由 那麼就換一個吧 代表沒什麼機會了 那有想要我做影片給你的朋友 都歡迎寫信給我的粉絲專頁喔 我有興趣都會問你是否同意讓我做影片回你 好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裡啦 那希望今天影片對你有幫助 你認同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可以按讚分享訂閱 不要忘了開啟小鈴鐺 可以收到我最新的消息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